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帝国兴衰 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帝国 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边疆的守护 边境防御与民族融合 二文化繁荣 艺术与建筑的黄金时代 三法律与秩序 制定帝国的法典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边疆的守护 边境防御与民族融合 在探讨边疆的守护这一主题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 历史上那些边境防御的 奇温趣事和民族融合的精彩故事 从长城的砖石 到边疆的歌舞 每一处都蕴藏着 深刻的历史意义和人性的光辉 首先 让我们聊聊边境防御 想象一下 古代的边防士兵 他们可能是历史上 最早的多职业玩家 除了要擅长弓箭 刀枪之外 他们还得精通修墙 种地 甚至是养风 没错 据说 蜂蜜在古代是重要的军事物资之一 而长城 那可不仅仅是一堵墙 它更像是古代的社交网络 连接着不同的文化和民族 传递着信息和货物 想想看 如果长城有自己的微博 她的日常更新可能会是 今天又成功拦截了一批入侵者 心情愉快 再来看看 民族融合的故事 边疆地区 历来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这里的文化交流 可以说是古代的文化融卢 不同民族之间的融合 有时候就像是一场精彩的厨艺大赛 比如 你可能会发现 某个民族的传统烤肉技术 竟然和另一个民族的香料 搭配得天衣无缝 而这些美食的背后 是无数个关于和平与友谊的故事 有趣的是 边疆地区的语言 也是一大看点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边疆地区 开一家语言学校 那课程表可能会包括 初级汉语俗成班 高级蒙古语沟通技巧 以及急速学习突厥语的秘诀 这不仅仅是语言的学习 更是文化的交流和理解 总之 边疆的守护 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防御 更是文化上的融合和交流 在这片土地上 每一块砖石 每一句话语 都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而我们 作为后来人 不仅要守护这份历史遗产 更要继续书写边疆地区的 和平与繁荣的新篇章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文化繁荣 在探讨文化繁荣 艺术与建筑的黄金时代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些 让人嘖嘖称奇的历史时刻 当艺术家们不仅仅是创作 而是几乎在何颜料 石头还有空间本身对画 而建筑师们 则仿佛拥有魔法 能够将石头和砖块 堆砌成永恒的诗篇 首先 让我们穿越回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那是一个连空气中 都弥漫着艺术气息的时代 想象一下 你走在佛罗伦萨的街头 可能会不小心踩到 米开朗基罗的脚趾 或者在转角处 撞见达 芬奇 正对着一块看似普通的木板发呆 实际上 他正在构思蒙娜丽莎的微笑 这个时期 艺术家们的创作热情 如同现在的咖啡因一样 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 再来看看哥特式建筑 这种风格的建筑 就像是中世纪的超模 高挑 华丽 充满细节 哥特式教堂的尖顶 似乎在告诉我们 他们是为了更接近天堂而建造的 而那些彩色玻璃窗 简直就是中世纪版的 Instagram滤镜 让阳光穿过时 整个空间都变得神圣而美丽 不得不提的 还有巴洛克时期 那时的艺术和建筑 就像是历史上的一场视觉盛宴 艺术家们在作品中 追求动感和戏剧性 就像是要把观众 拉进一个充满情感波动的漩涡 而巴洛克建筑 以其复杂的形式 丰富的装饰 和强烈的光影效果 仿佛在说 看看我 我多么惊艳 最后 我们不能忘记现代主义 这是一场艺术和建筑的革命 现代主义艺术家们 抛弃了传统 开始实验各种新奇的表现手法 就像是在说 谁说艺术非得长这个样 而现代主义建筑 则用简洁的线条和实用的设计 告诉我们少及是多 总之 每一个文化繁荣的时期 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艺术家和建筑师们 用他们的才华和创意 为我们留下了 无数让人探为观止的作品 而我们 作为后来者 有幸能够欣赏这些作品 就像是在历史的长河中 与这些天才们 进行跨时代的对话 所以 下次当你在博物馆 或是古迹前驻足 不妨想想 那些创付他们的人 他们也许和我们一样 有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梦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法律与秩序 制定帝国的法典 在探索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会发现 法律与秩序 不仅是现代社会的基石 而且在古代帝国时期 就已经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今天 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回到那些制定法典的帝国 看看他们 是如何在混乱中寻找秩序 以及他们留给我们的 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法律故事 首先 我们不得不提到 古巴比伦的汉摩拉比法典 这位国王大约 在公元前1754年 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 成文法典之一 汉摩拉比法典 以其一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原则文明于事 但你知道吗 这套法典 其实也包含了一些 相当现代的概念 比如消费者保护 如果一个建筑师建造的房子倒塌 造成房主死亡 那么这位建筑师 也将被处以死刑 这条法律 无疑是对建筑师的极大威慑 也许是古代版的质量保证 再来看看罗马法 它对西方法律体系的影响深远 罗马人非常重视法律 他们有一句名言 法律应于石头 但是 罗马法中也不乏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规定 例如 在罗马 卖掉自己的孩子 是合法的 如果一个父亲 三次卖掉自己的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 就永远失去了回归家庭的权利 这种规定在今天看来 无疑是荒谬的 但在当时 它可能是对极端贫困家庭的一种解决方案 不可忽视的 还有中国的法律传统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典之一 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颁布的秦律 秦律以其严酷著称 实行了严格的法治 比如 连作法 及一人犯罪 其亲属也要受到惩罚 这种法律思想 在今天 看来是极不公平的 但在当时 它却是维护秩序 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手段 最后 我们不得不提到 中世纪的一些奇特法律 在中世纪的欧洲 动物也可能因为犯罪 而受到审判 比如 一只猪因为攻击人类 而被正式审判 并处以绞刑 这种做法 在今天看来 简直是荒唐至极 但在当时 它反映了一种 将自然界纳入道德 和法律秩序的尝试 总的来说 历史上的法律与秩序 既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也留下了一些 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这些故事 不仅让我们了解到 古代社会的生活方式 也让我们意识到 法律与秩序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而不断进化的 在笑谈古人的同时 我们也许应该思考 未来的人们 会如何看待 我们今天的法律呢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一起回顾了 边疆的守护 文化繁荣 以及制定帝国的法典 这三个主题 边境防御 不仅仅是军事上的防御 更是文化上的融合和交流 艺术与建筑的黄金时代 让我们领略了 艺术家和建筑师的 创造力和才华 而制定帝国的法典 则反映了古代社会 对秩序的追求 和价值观的体现 这些内容是如此丰富多样 充满了历史的魅力 和人性的光辉 我们作为后来人 有幸能够欣赏和学习 这些历史遗产 同时也要思考和探索 我们自己的社会和文化 历史是一面镜子 让我们能够更好地认识自己 更好地面对未来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边疆的守护 文化繁荣 和制定帝国的法典 有什么样的想法和观点呢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问题 记得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想法 我会在下期视频中 选取一些问题来回答 期待与你们的互动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感谢观看